中美貿易大戰打到現在 狂人狂語的川普 這讓人看不清 你到底在想什麼 今天我為大家邀請兩位來賓 歡迎莫華 歡迎幸福 兩位來到節目現場 一起來解讀川普 腦袋裡 腦波到底 怎麼個動法 我們先來看看 川普到底講什麼 為什麼我們聽不懂 先來看看 短短一天 他先說 我現在不會採取減稅的措施 我們不需要 因為我們的經濟已經很強盛了 有沒有搞錯 24小時之前才說 考慮要減稅 24小時川普打川普了有沒有 到底哪才是真的川普呢 好 他說 因為經濟已經很強盛了 OK 美國很好 好棒棒 好棒棒 為什麼另外一方面 他拚命壓著鮑爾打 壓他一定得降息不可 一次四馬難追 1% 四馬降下去 鮑爾會就範嗎 來看看 在Jackson Hall的會議登場之前 你看川普多急 他說 鮑爾是唯一的問題所在 像個不會推桿的高爾夫選手 你不會推桿 你上什麼球場 好 我們看到川普 歡K歡鬥 你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誰知道 上帝知道 我們給大家來看到 為什麼說上帝知道 今天這一幕王牌天神 I Got The Power主演的 當然就是川普 現在看看他的狂人狂語 他說我是天選之人 他說我是上帝 我是上天派來對付中國的 而且他說 這不是我的貿易戰 這是一場早就應該發生的貿易戰 總該有人必須這麼做吧 只是現在落在我手上 川普其實你要去解讀他 最近的這些言論跟他的這些 到底哪一個人是真川普 或許從信仰會知道 這是我為什麼講 上帝知道川普在想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川普的基督教信仰 他說過 我跟上帝有很好的關係 而且從來沒有犯下什麼重罪 他說 個人的軟弱或失敗 是不可取的 所謂的信仰是成為一個勝利者 他必勝的決心非常的堅強 他要當勝利者 不要當失敗者 所以最後 這個總編輯給他一個結論 他是融合了新思想運動 再加上基督教自由主義 他絕非傳統的信仰者 好了 川普今天狂人狂魚 走到這個地方 Jackson Hall大概明天要登場了 那麼我請穆華帶我們來看看 全世界等著看 鮑爾會不會談到 關於降息的問題 然後鮑爾會不會就範 對 這個川普到底是什麼人 從他的信仰可以看出來 你知道他其實的信仰是福音派 這個福音派是美國基督教 可以講說是最大的派別 大概30%的基督徒 川普在美國是福音派 所以川普在上一次選舉的時候 福音派的票是大量灌給川普 這也是他勝選很重要的原因 川普在去年美國其中選舉之前 他邀請了一堆福音派的牧師 到白宮聚餐 那個時候新聞也很大對不對 所以說川普到底是不是一個傳統 福音派的教徒 事實上他不是 為什麼 因為從他講的這些話 你可以看到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具有 強烈個人主義色彩的人 因為福音派他其中有四大教條 其中一個教條是什麼 要幫助社會弱勢者 但是川普好像似乎在這件事情上面 對他來講 I don't care 關於綠卡 關於內堵牆 越足越高 對 所以說他不是一個 傳統福音派的教徒 這件事情大家要認清 他認為他是天選之人 所以他覺得他比上帝還偉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剛剛講川普是一個 極具個人主義的人 我們從他講的話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常常講聽其言觀其行 對不對 最近他不是請了庫克到白宮吃飯嗎 然後他昨天講什麼 最新的消息他說庫克 他是一個偉大的CEO 他說為什麼 不是因為他管理全世界最大的公司 是因為他有事會來找我 所以真正偉大的是誰 是我 對 因為庫克你有事會來找我 所以偉大是因為我 而不是你 他說你管理這麼大的公司不重要 重要是因為你有事會來找我 其他CEO都不來找我 所以他們是蠢蛋 所以說你從川普講這個話 你可以知道 另外最近 君教你不是討論過格林蘭的事情嗎 川普要到丹麥去訪問之前 丟出了一個想買格林蘭倒這個消息 對不對 這樣子一個風向球 結果當然丹麥舉國震驚 我說你好任性 對 丹麥的首相 在今年6月才選上的女首相 不是講說川普你荒謬嗎 結果你知道川普怎麼回應 川普批評丹麥女首相說 你就算拒絕我也該溫柔點 我告訴你 這個應該是 這跟腦筋跟人家不一樣 我可以跟你講 這應該是今年最經典的一句 這個國際語言 你就算要拒絕我 你也要溫柔一點 所以說你看他這兩句台詞 不是都以個人為主義的一個 很明顯的色彩嗎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丹麥舉國震驚 這個丹麥女首相 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講說川普居然拒絕了國事訪問 因為你說我荒謬 好 我任性了 我不去了 你說有這種事嗎 那個是丹麥女皇 瑪格麗特二世 邀請川普去的國事訪問 你知道那個川普 不是川普 那個丹麥舉國那個警察工會 他們非常扼腕 他們說我們為了這個 重播了多少遍 你川普要來 何等大事 所以你看到大批的記者 來訪問首相說你怎麼辦 川普不來了 所以他只能講說 我很震驚 而且我很遺憾 我們還是希望他來 但是川普老哥不去了 好 那我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有到別人家做客 就要娶別人家女兒這件事情嗎 什麼意思 我才到俊相你家做客 我看中了你女兒很漂亮 我要纏走你的格陵蘭 對 我就跟你講說 我要娶你家女兒 有這種事情嗎 沒門 太不禮貌了 所以說這個瑪格麗特 臉上也三條線 為什麼 因為川普說 我拒絕了你的國事訪問 所以你可以看到格陵蘭這個島 居然也發生了這麼大的 一個外交風波 那你就知道川普是何等人了嗎 就是他一個絕對絕對 自我主義中心的人嗎 對 回過頭來 我們要繼續來問的就是 再過24小時 Jackson Ho的會議 全球央行行長會議要登場了 鮑爾 他對於川普要求 四馬降到位 他會就範嗎 這肯定絕對不可能的 因為如果一次降四馬的話 我認為股市不但不會上漲 反而會崩盤 因為太過分了 就當川普... 川普心裡想的就是說 我要你一次降四馬 但是鮑爾肯定絕對 不會一次降四馬 但是軍長 我跟你講 9月18號美國聯準會肯定 鋼定一定會降息了 因為美國聯準會現在已經是 被華爾街跟白宮雙綁架了 就是架著走了 而且你這個主席 被人家說得這麼不堪 不會揮桿的高爾夫球選手 對 這個既然拿高爾夫球選手 來比喻聯準會主席 還說你不會啪打 你不會推桿 有這種事情嗎 說你沒球感 他用這樣子來形容鮑爾 其實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所以他不斷地在羞辱鮑爾 那巴蘭鮑爾萬劍穿心 當然壓力很大 所以我們就要看他在 Jackson Ho 這個會議這個開幕詞上面 怎麼樣放大絕了 好 那川普事實上 為什麼這兩天變來變去 剛剛你一開始不是講嗎 對啊 說要雙降稅 降什麼資本利得稅 要降薪資稅 隔一天 馬上就上演川去 變臉 變臉 前一天講說減稅揪經濟 他說我不需要國會也能執行 也就是說我要降就降 我不需要你國會同意 你看 他要救經濟代表 怎麼辦 蔡經濟需要我救 那怎麼隔沒多久 隔24小時經濟好得不得了 沒有錯 然後隔一天 就今天的最新消息 川普說我怕被認為 我是菁英主義者 所以說我否認要 降替資本利得稅 我都你在說 都你在說 他說如果說把資本利得稅 跟通膨指數掛鉤的話 這樣子我會被人家批評說 我是菁英主義者 你說有這種事嗎 24小時 總統 白宮全世界最偉大的領導人 可以這樣出爾反爾嗎 好 那我告訴大家秘密在哪裡 秘密在哪裡 因為股票市場穩住了 我們可以看到美股 這個是標普前一波段跌下來 這一天跌800點 你知道嗎 就如果我們以道琼工業指數來講 這一天跌了800點 你知道道琼這一天跌800點 這個應該講這一根黑K跌了800點 當時川普心急如焚 你知道他做了什麼動作嗎 他做了什麼事 他立刻立馬在盤中的時候 就美股在下跌的時候 他打電話給美國銀行 花旗銀行 摩根大通銀行 三個美國最大銀行的CEO 問他說到底怎麼回事 股票怎麼崩成這個樣子 他打了三通電話給三巨頭 然後是不是也就在這一天 他才說要救經濟 他才說要減稅 就在這一天 他就說我們要雙降稅 我們可以減這個資本利的稅 我們也可以減薪資稅 結果沒有想到 這個美國股市 因為他一講說要減稅 真的有彈上來了 彈上來到這個地方 川普又覺得安全 所以說我不急得在這邊放大絕 所以馬上把他自己的話吞回去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就知道川普 基本上他心中 所想的只有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美國經濟很好 我是一個偉大總統 你說看他推延裡面都講說什麼 美國的經濟什麼 我們都是歷史上最好的一個光景 沒有人比我更偉大 我們創造了美國 這麼好的一個經濟情況 川普上任初期就是個爆喜鳥 每一次只要股價上去 都是他的功勞 沒錯 你有沒有記得 他又講說 這個標準普爾創歷史新高了 道瓊創歷史新高了 我上任以來 美股漲了40% 所以說川普心中兩件事情 我要連選連任 我需要讓美國的經濟持續好 我需要讓股票維持在高點 所以說這兩個事情 絕對不能摔下來 所以你要知道川普 不管是對中國發動貿易戰 攻擊連準會或是降稅救經濟 全部都是為了 我剛剛講的這兩件事情 所以你看到這一段時間 動不動到Twitter 罵鮑爾已經變成他的日常了 你知道 對啊 所以我這邊下標題 罵鮑爾是川普每天的例行公司 為什麼 因為他一定要找一個人來罵一罵 顯得他是對的 同時如果股票市場掉下去的話 鮑爾會變成是帶罪羔羊 為什麼 因為你不降息 都是你 因為你不聽我的話 你聽我的話你才是偉大的 所以庫克是偉大的CEO 對 因為你來找我 談話 所以現在投資人在期待的是 Jackson Holt的這個會議 鮑爾 他必須能夠回應 降息這件事 如果沒有的話 是不是開始投資人心又慌了 川普喊成這樣了 沒有錯 三個禮拜前 美國股市會從這個高點跌下來 事實上就是因為在 聯準會開完FOMC會議 就是公開市場操作委員會 降息的事情成真了之後 鮑爾不是開了一個記者會嗎 結果他講說 這只是一個週期循環中的 一個中期調整 他並不是講說 這是一個持續降息的行動 就讓市場非常驚恐 跌了這麼大一段 就這麼降一次而已 對 所以說 俊相我跟你講 這兩天回到盤面上面 非常關鍵 為什麼今天加權池碰到了季線 碰到了月線反壓 收了一根黑K彈不上去 主要原因回歸到美股 我們來看到 這個美股剛才S&P500指數 你會發現 他也來到了 這個所謂的月線反壓的地方 有壓 所以說相對他來到 月線反壓這個地方 如果說鮑爾不能在 傑克森後會議上面 給大家放大絕的話 美股很難突破 會不會又重複了這一段 對 所以說 有可能他會再打下來 所以說在這個地方 變成是很關鍵 所以為什麼大家現在緊盯著 美國聯準會主席鮑爾 在傑克森後央行會議上面 開幕致死大調的要講什麼 好 全球就在期待 24小時之內的傑克森後會議 鮑爾的發言 能不能回應降息的期待 我們也盯著看 為了 要記住 那些人 不可以 入住 我們也盯著看 我們便會 開幕臨 我 你 說